可能會發生問題的部分 比如說我現在把它執行起來 重新再用4.2再做一次 RUN起來之後這個是正常的 可能你們貼上文字之後發現怎麼樣 出來的東西有可能是什麼 RUN碼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遇過 像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有RUN碼 特別注意 這個文字檔 你用TEST 這個有沒有 純文字檔 你按右鍵 內容看一下 它預設是用MS950 如果用MS950的話 就會有RUN碼 從文字檔 按右鍵內容看一下 請你把它改成其他 記得把它改UTF8 如果你用MS950的話 那就有RUN碼 把它改成UTF8按確定 裡面的檔案 我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現在就變成RUN碼 我把它重新再貼 重新再把文字開起來貼上去 或者你從網路上抓資料也可以 抓個資料就可以 按儲存 儲存之後 你現在再重新RUN一下 應該就不會是RUN碼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就是說它有時候預設的話 它不會是UTF8 請你把它改UTF8 否則的話 你出來的文字 會是有RUN碼的狀況發生 現在就正常了 OK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再來我們 程式做一點點變化 做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這邊做了一個變化 就是加上Radio Group 比如說從網路上抓 抓三個檔案 我隨便抓好了 比如說我抓李白的詩好了 隨便你就抓個三首詩好了 李白 這什麼月下獨桌 什麼什麼 下中南山 什麼玉 等等 第三個是春師 反正你就抓三個東西 如果說你今天要怎樣 要可以 這三首詩 你上面做三個Radio Button 反正做個練習 但你除了用Radio Button之外 你也可以 假設東西多的話 你可以做什麼 Spinner Spinner下落 然後選了之後 哪個檔案秀出來 其實這樣就可以做很多功用 比如說你就可以 做有點像類似電子書的切換 裡面的話 你就可以放很多文字在裡面 只要你把你的文字檔 先放在Assess裡面就可以了 有點像是大量檔案放這裡 接下來的話 我們介面怎麼樣修改 其實也非常簡單 你就開啟這個Man 或者那個 那個ActivityMan 然後打開之後的話 請你在上面佈局 那我這邊簡單的做了三個Radio Button 上面就是010203 剛好就是要開這三個檔案 那加上去的方法也非常簡單 應該還有印象 記得就是找那個什麼 Radio Group 那Radio Group 在這個地方 記得不要用Radio Button一個個個 否則會變成多選的 一定要用那個Radio Button 這個我想前面有用過 你就直接拖拉過來之後的話 假設拖拉過來 它是垂直的 你就一個一個按右鍵 直接在這個地方按右鍵 把它變水平的 水平的話 就是哪一個這個 這個 Holy Ronto這個選項 點下去它就變水平 那你再把上面的這個分別改 1 010203 這樣的話 就是Radio Button 如果說你三個不夠 你可以四個 自己再從Radio Button 把它拖拉進來就可以 我想這部分的話 可以自己試試看 那加上去之後 底下還是Test View 所以這個部分沒有問題 那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當我點了1 它就會秀1第一所思 我先弄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這個還蠻有趣的 雖然功能很簡單 可是作用我覺得 應用的層面來看的話 其實還蠻好用的 首先的話 這個地方Run出來 它只要點其中一個 就會去抓某一個檔案出來 所以你這個地方 要怎麼樣可以讓它控制 去做切換 怎麼沒Run出來 按右鍵 把它執行一下 就可以做切換 OK 類似像這樣 123 不過預設應該可以點其中一個 點其中一個 其實這樣感覺就有點像網頁一樣 所以這樣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要怎麼去做 可以點了其中一個 就秀其中一個文字檔 首先的話我想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那在網路上自己再找三個檔案 我的名稱是 TST01-0203 那我是從網路上 先找個反正李白的師 或什麼反正你喜歡的東西 不用太多了 然後把它Copy貼上 你直接在這上按右鍵 新鍵 這個Test File 特別注意要先確認一下 你的那個右鍵內容一下 它的這個格式 就是文字的編碼 是不是UTF-8 不是的話呢 請你把它改成UTF-8 否則會有亂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試試看